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碰到青少年的孩子的时候 就会发现 为什么好像在跟他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孩子的反应都是充满了怒气 或者是不耐烦 主就让我想起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 他这样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置气 我就在想到底这个气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气为什么 为什么儿女 为什么我们会惹儿女的气 因为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那个气是特别明显的 其实后来我就 有一次我在跟主祷告的时候 主就让我想起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 那这本书其实不是属灵的书籍 但是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他的作家叫做Bernet Brown 他写了一本叫做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 就是脆弱的力量 那他其实脆弱的力量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羞耻感 那你如果仔细来思想 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 其实我们是一个羞耻的文化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人的 好像的动力是来自于羞耻感 或者是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小就告诉孩子 你不要羞羞脸哦 我们用羞耻不要怕丢脸 所以就会努力 所以我们鞭策自己 或者是进步努力的动机 其实是怕丢脸 或者是羞耻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 所以其实你就发现在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给予孩子的 教训也好 引导也好 通常是用羞耻去激励他们 用羞耻去鞭策他们 意思是说你怎么不像那个谁谁谁啊 你怎么都几岁了 还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爸爸妈妈很丢脸 对啊 你说大家都在问说 为什么你还没有这个 为什么你都这个 为什么你考试这样成绩 第几名啊 为什么你不像那个表姐 不像哥哥 你就发现我们其实是用羞耻 换句话说 我就慢慢明白一件事 就是这个孩子里面的气 其实它不是一个气 它是一种叫做 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叫做一个防卫的机制 一个defense mechanism 它是防卫的机制 意思是说 那甚至是你知道 当你一开口的时候 孩子的气就已经起来了 你说我还没讲话耶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 你在气什么 所以你甚至是讲好话 你跟他讲说 我们可以一起去吃饭 他都已经生气 我就不耐烦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已经习惯性的是说什么 你要挑剔什么 然后你知道Benet Brown 在那个书里面 他就讲了一个例子 很有趣 他说 其实我们父母亲 都是很爱孩子 我们的用意都是很好的 但是他就讲到一个 他曾经在电视上面 看过的一个访谈 那个访谈的对象 是一个 也是畅销书的作者 那个畅销书的作者 他就说 他说你能不能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孩子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当他还小的时候 他起来 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要 跑来见爸爸妈妈 很开心 充满了期待 对不对 他下床的第一件事 他也不会想说 把自己打理好 或者是刷完牙座 他就冲到爸妈房间 可是爸妈看到孩子 第一个眼神 通常是说 你这头发怎么乱乱的 你的袜子没有穿好 你的鞋子怎么这样穿 你就发现 孩子是迫不及待 来到父母亲面前 可是父母亲常常给 他的一个表情 或者是一个感觉是 我哪里又不够好 我哪里又不够好 所以他其实 其实他在描述一个东西 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孩子会感觉 第一个是他不够好 第二个是说 他在这个地方 不是被接纳的 然后Benet Brown 他就做了一个研究 他在一个国中当中 找一群国中生 他就问他们 他们问他们说 你知不知道什么 叫做fitting in 就是融入 跟belonging 归属感 融入跟归属的差别是什么 然后这些的孩子们 他说归属 归属是当你 很想待在这个地方 而那些人 他们也很想要你在这个地方 融入是你很想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些人其实不太在乎 你是否真正在这个地方 他说归属是 当人因着你的本质接纳你 融入是你必须要像他们一样 他们才会接纳你 归属是 我可以做我自己 融入是我必须要跟你们一样 然后最后的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什么 很有趣 这个结论是什么 孩子们说 在学校里面没有归属感 非常的辛苦 因为是国中生 但是他们都同意一件事 就是更惨的事 是在家里面也没有归属感 对吧 那在家里面他们说 怎么会没有归属感呢 是第一 第一 他们辜负了父母亲的期待 第二呢 他们没有办法像父母期待一样 那么受欢迎 不像父母亲一样那么聪明 他们不擅长做父母亲 擅长做的事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当父母亲不喜欢他们喜欢的事 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在我们熟悉的一个华人的教养的文化的里面 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地营造出一个氛围 在我们的家里面是 孩子必须要融入才会有接纳感 必须要照着我们的期待 他才可以得着他渴望的肯定跟接纳 所以我们需要去思想 因为我常在想一件事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浪子的比喻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浪子的比喻 我常常跟这些在挣扎当中的父母亲说 即便是这个父亲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我们都会说他是完美的父亲 但是这个小儿子还是选择去 走他自己要走的路 去放荡他的人生 即便这个父母亲是完美的 即便这个父亲是完美的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家如果是有归属感的家 他有一天一定会醒悟过来 我说父母亲我们能够做的最好一件事 就是让家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不要让他觉得 不要让他觉得家是一个最没有归属感的地方 坦白讲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会觉得外面比较有归属感 他的这些的朋友比较有归属感 可是有一天当他真的醒悟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想到是家 是一个真正有归属感的地方 而不是当他想到家的时候他的头痛 想到家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压力 想到家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些痛苦挣扎 跟那些冲突 我说只要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家营造 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我说你的孩子有一天一定会回家的 好 感谢观看